好,亲爱的学生们和家长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钱文老师的教室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个 在小提琴技术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一个换把 如果换把不好的话 那你拉琴的时候会不干净 音准会不好 会拖泥带水 你的技术会大大的打折扣 OK,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我们只讲上型换把 上型换把 我们现在讲的是技术型换把 分两种 还有一种是音乐型换把 我们先讲一下音乐型换把 音乐型换把 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个慢版的 尤其是在慢版的时候你想要做 就叫音乐型换把 那这个时候你的手是 从头到尾都摁下去的 把音是摁死的 然后同时还有 融弦 这是可以的 可是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技术型换把 上型换把 技术型上型换把 要把它拉得非常清楚 大家想一下 最重要的是什么 快 没有痕迹 还有准确 这三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快 怎么样快呢 你如果是摁得很死 就肯定快不了 所以手指要轻轻的放在前上 手指轻轻的放在前上 手指轻轻的放在前上 我如果要拉慢动作的话 就是这样 我在换把的时候像泛音一样的 我到的时候再下去 三度 OK 那在这个换把的同时 我一定要强调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拉琴拉得非常好的 程度也很高的人 而且就基本上成年的拉琴的人 有一个很坏很坏的毛病 那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四指没有准备好 你的手型没有准备好 在换把的时候 你在换把的同时 你已经把你的所有的一把位的手型 带到二把位 带到三把位 带到四把位 如果你不能把它带到这里的话 手型没有带到的话 比如说你这样 那你现在还要拉四指怎么办 你的手离这么远 你看我就然后要回来 我这就花了更多的时间 别人已经准备好的人 就会比你快 我已经在这里了 我一点力都不用花 我已经做好了 OK 第二点很重要 就是你的手指一定要放松 那这个放松呢 是在你的手型 说实话 这个拉小提琴本身 就是 的确是有点不舒服 可是呢 在不舒服的情况下 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 把四指已经考虑在里面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尽量的放松 大拇指放松 一直放松 所有的手指放松 然后非常轻的 OK 我现在深度 我每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放松的 OK 那 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越来越快 再快一点 这样的话你就会 没有痕迹的 可以把你的手指 一次到位 到这里了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手指 比如说 反着练 有的时候换把 反练是非常有效果的 比如说 我现在手指已经放好 在这个地方 最舒服的感觉 在第四把位 OK 第四把位的 现在我把它全都记住 我的手型是什么样子 我的手放在这里是什么感觉 我的这个虎口的这个地方 我的这个 距离是有多高 在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情况下 我已经到这里了 感觉到这个 然后我再从一把位开始 从要换指的那个手指开始 所以我回到我刚刚已经拉过的 带四指的 带四指的 四把位的感觉 如果你要是记住 用你的所有的感觉器官 来感觉这个地方 像背下来一样的 记住它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省很多的力 所以我已经去住了 所以我一次到位 我这个地方也可以拉了 四指也可以拉到了 那这是一个手指上行的 我现在想要讲第二种 第二种是两个手指上行 这种情况呢 是在换指 比如说我从二指换到一指 这个怎么样呢 我二指放下来 然后马上放松 然后呢 一指和二指一起往上行 在同时呢 我把二指拿起来 你看啊 同时 我把二指抬起来 那在同时呢 我还是考虑到 还是考虑到我的四指 我的四指是一定要考虑到的 我如果没有考虑到 我又变一次 这样的话 对你的技术 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 一样 如果二换 三换二 轻轻的 我在滑的时候 同时把三指抬起来 然后我现在还可以听到 我现在要把它 没有 所以就是轻 在滑的时候 非常轻 而且手指是非常放松的 嗯 慢慢好一点了 那同时 我还是 我还是考虑到我的四指 所以我的手型 还是对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换马时候 非常要注意的东西 一个是手型 一定要是对的 第二呢 是滑的时候 非常非常好 所以非常非常轻 这就是技术型的 上行换吧 非常需要注意的要点 好吗 好吗